在这个年代,总裁McCain和我预告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文会主席莱文 以及首席共和党人迈凯恩 6月14日在国会呼吁中国 配合美国国会对从中国进口美国的 仿冒电子零件所进行的调查 两位参议员曾经在今年3月份说 从外国进口美国的仿冒电子零件 伤害了美国国防工业以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他们并且宣布就此展开调查 莱文参议员14号说 过去几个月,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 两党议员跟美国厂商、经销商 与国防承包商交谈 他们几乎一致指出 这些仿冒的电子零件来自中国 尤其是广东省深圳 两位参议员表示 他们希望中国驻美大使馆 协助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的议员 以及幕僚取得签证 到深圳实地调查 不过中方并不帮忙 麦凯恩参议员说 中国官员应该发签证 而不是坚持中方必须参加美国国会幕僚 跟深圳当地厂商代表的每一场私人会面 才给予签证 他对中方此举感到失望 麦凯恩参议员说 中国限制美国国会幕僚 进入深圳 跟被指控生产仿冒电子零件的厂商会晤 显示在中国自由被限制的程度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 路透社报道说 中国中美大使馆尚未评论媒体就此提问 另外香港时间15号早上大约11点半 美国国会幕僚会就这个问题 跟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见面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 莫干声的采访报道